省道花东海岸公路,台11线,148公里处台东线水网上流路段,今天下午4时,发生一辆乡行车与一辆轿车,一因超车不顺发生对撞的车祸,造成两车共6人轻撞伤,其中一人命为照应原因在警方调查厘清中。 警方表示,两车乘客都送一台未做笔录,只能从两车都跨越双黄线上研判可能有一方不当超车,但那一方超车不当还带调查。 这起车祸发生在今天下午4点16分左右,台东县消防局接获报案后出动东河、太原、南王及台东等分队,这户车辆与人力前往抢救。 现场两车车头撞烂,6人轻撞伤,被紧急分送台东马鞋,台东基督教医院,卫福部台东医院治疗。 其中一名女子救护人员到达现场时已无生命迹象,伤患名单及事故原因,商贷警消调查。 台东县水网上流路段今天下午4时,发生一辆乡行车与一辆轿车对撞车祸,造成两车共6人轻撞伤。 其中一人命为涂台东县消防局提供分享。